天晴了雨停了 韭菜没有觉得自己能行了 天黑了云散了 韭菜没有觉得自己完蛋了 你看看咱们这帮韭菜们 时而阴晴不定 时而又迷之自信 我前两天也问了一下 华尔街那帮同事们 我说到底你们觉得 谁是投资最厉害的人 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 巴菲特 巴菲特 巴菲巴菲巴菲特 我就想你说这都一个 老掉牙了的名字 老头都90多岁了 为什么还是能天天 像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呢 而且这不是说 哪个媒体报道出来 说给拖起来了 或者得了一个什么 著名投资人奖 这是华尔街的人 切切实实在那工作的人 每天就在那研究投资的人 公认的最牛的投资人 巴菲特 50年的平均年化收益率 有百分之二十一点几 这是什么概念 听着好像没觉得怎么着 但是你放到50年的时间线里 感受一下这个 复利带来的冲击 假设咱们50年前投资 1000块钱 如果你投国债 比如说3%的年化收益率 50年之后 它就变成个5000块钱 翻了5倍 如果你放到股市里头 大概78%的年化收益率 它现在就是4万块钱 如果说你把这1000块钱 给巴菲特 给他50年的时间 让他用21 22的 这个年化收益率滚一滚 现在你就将拥有 4000万 4000万 我们经常听说巴菲特 就是价值投资 那它到底是 怎么个价值投资法 它1960几年 一个7块6的一只 一个破烂垃圾股票 一点一点变成了 现在39万一股 不是一手 是一股 全世界最贵的股票 严实成金 很多人说最近有些股票 像坐着过山车似的 看着和价值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就开始怀疑 价值投资 是不是过时了 不灵了 但是其实价格 在长期是价值的体现 这个根基是不会动摇的 所以巴菲特的 这个投资理论 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讲 是影响很大的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 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们也尝试着 一起讨论一下 股神背后投资的 哲学和根基 说到巴菲特晋升成 这个古灵高手 股神 主要分这么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叫初出茅庐 基本上就是可以 练一些小招 当然虽然是小招 打点街边小楼楼 那是一点问题没有了 当时他练的 这个武灵小妙招 就叫做捡烟头 烟头嘛 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它便宜 它不要钱 所以它最主要的点 不在于这个股票 要多好 而在于它便宜 你说那个年代 五六十年代 大家买股票 大家怎么买 那就随便买一买 那时候就在那华尔街 交易所里头 你看一堆挺高的人 在那喊说 给我来一个苹果的股票 然后那边好 我有 其实就是在那 比谁洒门大 谁个高 谁反快 各种分析做的是 非常的粗糙 就是看个大概 但是巴菲特不一样 他就跟他的老师 开始学习了 去分析这个公司 他当时看一个指标 叫做working capital 就是营运资本 也就是说把这个公司里头 不管是资产负债 流动性比较好的那些 给变卖了 全给变现了 能卖多少钱 那你想如果说这个钱 比这个股价还高 那不就白赚吗 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 你现在花5块钱 买了一个手机 然后你把这个手机给拆了 那零部件都给卖了 然后能卖10块钱 那你说对吧 这就无风险套利 所以当时巴菲特和他的老师 就是想去寻找这种大烟头 这样过几年 他基本上能实现 他自己价值的时候 自己就赚钱了 但是你想想那个年代 电脑也没有 啥玩意都没有 捡烟头 他就在浩如烟海的 股票市场里头 想去找那个 能够有套利空间的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你就得静下心来 安安静静去读财报 把财报都记下来 那巴菲特 他的记忆力特别好 我们说从小 他又喜欢经商 记忆力又好 然后他就每天 就坐在那看财报 一天五六个小时 20年如一日 都能那么做得住 这些财务数据 全都能进到他脑子里 所以别人捡不了的烟头 巴菲特就都能捡账 这武功是越来越高 练得是炉火纯青 捡呀捡呀 自己捡成了一个百万富翁 那时候百万富翁 是什么概念 基本上就能买 像那个福特级航母 或者是能买半个上海了 所以那时候巴菲特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 算是投资大师了 不过就在他检验头 这么捡得蒸蒸日上的时候 命运给他来了一次重创 现在这个年代 你不经历点啥 都打好意思管自己叫大佬 当时他就看到一个纺织厂 叫做Bercher Hathaway 是不是很熟悉 这个纺织厂的 Working Capital 有将近20块钱 但是股价就7块钱 那根据巴菲特多年 捡烟头的经验 果断买入把它捡起 结果万万没想到 这个纺织行业 当时就是每况愈下 一天不如一天 本来以为捡这个烟头 抽两口挺好的吧 结果没想到 一坨大便就栽在手里 2010年的时候 巴菲特接受CNBC采访 他就说这个地方日常 是他这一辈子 最失败的一笔投资 要是搁现在 差不多相当于亏了 2000亿美金 所以巴菲特当时 真的在哪跌倒 就在哪又爬起来了 他也没改名字 都叫Bursher Hathaway 他把一个纺织厂 硬生生的给变成了 一个投资公司 从一个七块几的 我们刚才说一坨大便 变成了现在市值有5000亿 快39万一股的 最贵的股票 就因为这一次的重创 巴菲特有了一个顿目 从此他的投资生涯 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 就变成了一代宗师 产生了我们后人 每一天现在都在说的 价值投资 包括那三驾马车 等会我们一个一个说 他当时有一句 特别有名的话 就是整个投资理念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就叫做 说到巴菲特这个 点史成金的 价值投资理论的精髓 主要分三个点 找到好公司 低价买入 长期持有 有人问说 就这 就这 这就叫做大盗质减 就像你问一个大师 怎么去练功 大师告诉你 练功要心静 但关键就在于 怎么心静 我们简单说一说 刚刚说的这三点 到底怎么操作 好巴菲特说 要先找到一个好公司 然后要重仓 这个和我们平时说 投资要分散风险 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重仓 你才能跟大盘 甩出来个差距 你隔壁有个王大爷 高高兴兴地 分析二三十只股票 然后去买 跑个一年 你就发现 其实跟大盘差不多 因为当你买的股票 数量达到一定的 比如说二十到三十只的时候 其实它整个的表现 跟大盘的相关性 就已经相当高 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也就是说 你在那精挑细选 二三十只股票 觉得研究都很明白了 其实跟你买个基金 是没有太大差别的 所以巴菲特 如果它要跑赢大盘 它就必须要找到 那些特别好的股票 然后去重仓 如果我们看巴菲特 过去几十年的 一个投资组合 它50%的资产 都压宝压在 那么三到五个股票上 就去年年底的时候 资产组合里面 47%是压在苹果身上的 你想它那个盘子 都5000亿美金 那么大了 一半的钱 都压在苹果那一个公司上 你说它对那公司 有多艰辛 那这选股就很重要了 它其家的行业 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 保险行业 那为什么如此 钟爱保险行业 保险行业什么特点 长期稳定 开始就有钱 保险一般你投一个 什么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那就一下是 二三十年的长度了 而且你在花二街交易的时候 但凡是他想交易 一个非常长期 比如说是20年 30年 一般的对手公司 基本上都是保险公司 他们就不太care 短期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波动 主要是给长期 去做一个防范 而且保险公司的现金流 其实是非常稳定的 都是保命的钱 这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里面 非常必要的一环 就像再穷 不能穷了孩子的教育 对吧 当然也不能穷了 我们的养老和医疗 那这就是非常稳定的 一个现金流 而且保险是 你先交钱再赔付 所以保险公司在早期 就可以积累 很大量的现金流 巴神其实也是 看重了这一点 他钱能先进来 先进来巴神 就可以拿这个流动资金 过去投资 然后产生更多的收益 他也重仓了 好多个保险公司 这里边最有名的 就叫该口 主要是给公务员 上车保的 因为公务员嘛 一般就是 比较稳定的一个群体 赔付率也比较低 所以巴菲特当时就重仓 差不多20年的时间 翻了50倍 后来呢 这个公司也变成了 Burser Hathaway的 一个全资的子公司 所以很多人说 巴菲特之后投资 那么有魄力 那么多钱 就那么杂 也是因为他前期 投了这么多保险公司 有这些持续的 资金在那里续命 巴菲特还很喜欢的 一个领域 就是消费品 因为这个行业 其实他的运营模式 商业模式 也比较简单 就是有一个公司 造出来东西 然后放到市场上卖 所以这里边最主要的 就是供应链的管理 还有这个品牌的价值 那供应链管理嘛 巴菲特就看财报 又是他的看家好分领 这里边最出名的 大家肯定也都知道 就是可口可乐 一说巴菲特就想到了 他投资了一个 有名的公司 叫可口可乐 其实说到可口可乐呢 当时巴菲特跟他的partner 叫查理芒格 已经97岁了 每年开股东大会的时候 你看两个老头 一个90岁 一个97岁 一个坐这儿 一个坐这儿 两个人比台下 所有人都精神 然后在那给你讲 他今年的经济形势 今年怎么怎么样 大家在底下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扯远了 我们说回来 他当时查理芒格 给他推荐了 可口可乐这只股票 这个公司有多神奇 就过去的几十年里边 不管你是大萧条 一战二战 越南战争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这糖水 一直销量就在上涨 一天能卖出去18亿瓶 就是品牌价值就在哪 而且巴菲特 他自己就特别特别爱喝可乐 他之前他女儿 有个采访 就是说他从来没见 我巴菲特喝水 每天就喝可乐 一天都喝五瓶可乐 最喜欢喝樱桃味的 所以当时巴菲特 在他整个盘子 还没有很大的时候 就已经投了20% 去重仓可口可乐 到现在巴菲特盘子 越来越大了 他就已经说 我要能买 我就还在买 但是我现在买不了 那么多可口可 没有那么多可口可乐的股票了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他当时特别看好 那个极烈威风剃须刀 对吧 就是那个给男性剃须的 那个品牌 然后他就说 每天晚上我只要一想到 全世界的男人的胡子 都在疯涨 我就可以安心的睡去了 那有人就说了 巴菲特不是不懂TAC 不是不买TAC吗 他为什么买了苹果呢 而且正是在2016年 那时候苹果都如日中天 你说那时候 当时谁敢买 就跟现在特斯拉似的 整天大家都在讨论 特斯拉是不是高点 特斯拉能不能进 你想你有个 二三十万去投股票 你都不敢这么投 50%的钱 就压在那么一个股票上 对不对 巴菲特就赶进 而且是大规模 大批量 持续不断的进 这就是股神的魄力 你说他自己 得对这个股票 对这个公司 有多么坚定的信心 能把那么大一个盘子里的 一半都压在这一个股票上 当时人就都觉得 你看这巴菲特 都80多岁了 是不是都老糊涂了 2020年过去了 股神又一次验证了 你我的无知 而且这是一个 90岁的老头 你想一想 如果你家里 有一个90岁的老人 是不是没病没灶 年给你赚个上千亿 之前他买那个纺织厂 就吃了个大亏 所以他从此就觉得 我不能买 我不懂的东西 但凡我买 但凡我偷 我就一定要懂 所以你看当时 那tech bubble 都长成什么样了 大家都在疯狂地买 他巴菲特就不为所动 然后甚至有些人 还嘲笑他说 你看你这个傻了吧 结果泡沫一破 股神再一次验证了 人们的愚蠢 其实你想想 现在巴菲特的资产盘子 都那么大了 这世界上 他能投的股票 其实也没几个 他肯定比现在赚的 多的多的多 你说听着气不气人 不过这个其实也是 价值投资的一个特点 跟我们平时看到的 一些对冲基金 他的投资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冲基金投资 其实更多的是 靠找策略对吧 他赚的是那个 我们把它叫做alpha 就是你赚了 就有人赔了 两个人是个零和博弈 巴菲特这种价值投资 就把钱能给到这些 能够创造更大价值的公司上去 让他们更好的生钱 但其实这种 大老界也是互相之间 有看不顺眼 Elon Musk就说 巴菲特每天就只会在那 allocate capital 就说他只会在那 分分钱而已 就觉得也没什么 太大的贡献 不像咱们永远走在 时代的前沿 实现人类的梦想 巴菲特看Elon Musk 也不太顺眼 也就是炒炒货币 投资的行为 也不会给人类社会 带来什么巨大的价值 大老之间的日常斗嘴 我们在边上 就吃吃瓜就可以了 但我觉得 不管他们是 对冲基金的大老 他们靠投资的行为 可以获取很高的收益 或者是像巴菲特这种 他们通过投资 投到公司里面 让这些公司 能够创造价值 也就是说 发展一个时代的红利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叫beta 或者是像 我们说Elon Musk 他自己能创造实业 能带动一些技术的发展 促进这个社会 也没有说谁对谁错 至于说你更认可哪个 你更欣赏谁 我觉得这个可能 是取决于每个人 他对金钱的认知 和对社会价值观 认知的不一样 我回过头来说 巴菲特的投资理论 我刚才说 第二点就是要找准时机 当你看好一个好公司的时候 你就要相信他 你就要相信基本面 不要听外界一些噪音 和随波逐流 当你看好了一个男生 看好了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要相信他 你就是觉得他好 总有人会说他不好 所以我们要在内心深处 相信到这个好公司之后 看准他的基本面 这就巴菲特经常说一句名言 叫做 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 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 就比如六几年的时候 他刚开始去投资 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American Express运通 在华尔街里边 出了一些抵押物的丑闻 然后当时这个 华尔街里边的报道 就非常的动荡 说这个运通快不行了 怎么样 巴菲特就在群众里面 去问一下大家的声音 然后就发现 大家好像都没啥事一样 他就觉得 这只不过是华尔街 一个新闻而已 大家不都开始恐慌了吗 我赶紧抄底买入 两三年就翻了两三倍 买自己的运通 让别人恐慌去吧 这种例子也是屡事不爽 但凡经济出现一些危机的时候 巴菲特总能有一个 神奇的嗅觉 然后去抄底买入 一些很好的公司 73年经济危机的时候 巴菲特抄底买入了 华盛顿邮报 后来翻了40倍 88年那个黑色星期一的时候 巴菲特抄底买入了 大量的可口可乐 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抄底买进了 大量的银行股和金融股 你看当市场发生动量的时候 危机危机 别人看到的是危 巴菲特总能在这里边 找到他的机会 当然不是说 这个公司股票 啪一跌 我们就全都冲进去买 那是傻子对不对 就像最开始 我们说第一点 要先找到一个好的公司 因为有些时候 它跌确实是公司基本面 就是不行了 业务不行了会跌 但有的时候 可能确实就是市场上的一些新闻 甚至是有一些 我竞争对手 发布一个报告 说你这个公司不行了 这都有可能 巴菲特就是坚信 这种价值投资 我就看基本面 我甚至都不想去看那些新闻 就到了这个程度 好那当你找到了一个好公司 然后低价买入了 下一个巴菲特 要告诉你做的事情 就是要长期持有 因为经济都是有周期的 有的时候有小周期 差不多有5到8年 大周期可能有几十年之久 但是公司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 只有达到了一定的周期 它才能实现它那个红利 即使是好的公司 它想实现价值 肯定也是要靠时间去积累的 所以我们看美股 六几年到七几年 几乎都没怎么涨 但是再看八几年到九几年 就稳步翻了好几倍 当你耐心的等待和参与 时间总会给你最好的红利 这就是刚才最开始 我们说你一年赚个100% 200%没什么的 你要是能长期50年 哪怕你每年就赚20% 这都是4万倍的收益 所以如果说你不是很了解 某一个行业 或者某一个公司的话 其实你只要相信时代的红利 相信国家经济的发展 然后在适当的时间 一定要长期不断参与 这样你也能享受到 这个时代的红利 你看巴菲特赚了这么多钱 也曾经是世界首富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节俭 节俭的甚至都有点 抠门的这么一个老头 到现在都还住在一个 他50年前 花3万美金买的那个房子里头 然后每天早上 就开着他那个 别人一看一个小破车就上去了 然后去麦当劳 花个两三刀买个早餐 20年如一日 30年如一日都 当然一天还有5瓶可乐 这是不能省的 所以这时候呢 你看他再去投资 其实也不是说 就为了赚那个钱 更多的 他是享受自己在资本市场 玩的那个富力游戏 就有点像个老顽童 已经天下无敌了 对他更多的 就是享受这种 现实版的大富翁游戏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男人太贪玩了 家庭关系一般都会出现一点矛盾 巴菲特也不理问 巴菲特他老婆Susan 在他们俩大概40来岁的时候吧 苏丹就觉得 你整天玩那些游戏 我不想这样子 我要去加州 去追求我自己的生活 但他还挺有意思 因为他也知道 这个老顽童呢 有点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 所以他走之前呢 也不忘了给他一个闺蜜打电话 哎姐妹啊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来照顾一下 我们家这个老头 她生活不太能自理 这个闺蜜也就欣然答应了 结果照顾着照顾着 就照顾到巴菲特的家里去了 然后这三个人呢 就长时间维持一段 非常奇妙的三角关系 相处的非常的融洽 不过直到2004年的时候 就苏丹因病去世了 苏丹生前是一个 特别特别善良 特别热衷于这种慈善事业 也特别喜欢帮助人的人 04年苏丹去世之后 05年巴菲特自己 也诊断出来了有癌症 不过后来就治好 这整个这一个经历 让巴菲特又有了一次顿悟 就是老顽童 真正升级成了一代增食 不光武功无敌 还能心怀天下 就他这时候觉得说 我不应该再去玩 那些大富翁的游戏了 而这些价值应该更多的 把它回馈给社会 因为我享受到了这个时代 带给我的红利 我也应该重新回馈给 比如说孩子 可以让他有更好的教育 让他们有更好的午餐 让人们有更好的医疗 有点鸡汤 You get the point 所以当时这个一代宗师 就做出了一个 震惊世界的决定 他决定把自己 99%的财富 全都捐赠出去 这也是现在世界历史上 最大的一笔慈善 当然有人又说什么 你要避税 又是他孩子管基金 这种我就无语了 你说古神是神吗 我觉得是神 但其实他也是人 只不过他在这个 一步一步的进化过程当中 把最开始的一坨打变 变成了一座金山 然后最后又把这个金山 回馈给了社会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了 很多股票暴涨暴跌 和听了他们很多 背后神奇的故事 然后就有些人说 价值投资是不是不灵了 在这个时代已经过时了 但其实我感觉 我们买股票归根结底 买的其实还是 它最终的内在价值 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现在即使技术在变 商业模式在变 让我们去了解一个股票内在的价值 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 价值投资的这个理论 这个根基就不存在了 所以巴菲特鸡汤 今天就怪这么多了 最后有一个实际的小妙招 就是一定要买你懂的公司 不懂你就去买大盘 人盈亦云 你就摆脱不了韭菜的宿命 今天先说到这了 拜 就好像当你看好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要相信她 你要相信她就是最棒的 所以当时巴菲特和她老公 不是 优优独特鸡汤